好 歡迎光臨 國家隊 我叫郭台銘 你們可以叫我銘哥 今天我邀請那個大胃王丁丁 丁丁你好 到我們家裡來 品嘗我們是郭家三寶 我認為我們家裡最美味的食物 聽說你這個大胃王很能吃 今天歡迎你來來品嘗一下 好吃的吃得多 那才是人生的幸福 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了 等等等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來玩個小遊戲吧 什麼遊戲 就是看我吃的速度比較快 還是您回答問題的速度比較快 好啊 聽一聽 請說出大胃王和郭台銘的英文翻譯 大胃王就 BIG EATER 郭台銘就 請說出三個自己的壞習慣 大嘴巴 碎碎唸 太愛工作 我畫你太多時間在工作 那我就贏了 果然是郭家三寶 好吃 我這個還蠻好吃的 以你這種速度 我看每一題我不會贏 被老婆做過最浪漫的事 哇 這一題我要想一想 你慢慢吃喔 不能讓人家小的 要慢慢 第三個這個 大家要心靈溝通 像這個英文表哥的 讓我們溫柔一點 當然有很多浪漫的事情 我就不好說了 這一題 你吃快一點 好好好 但是 如果你老婆家的主婚給你吃 你吃這麼快 也算要被老婆浪漫 對不對 不要講話 這題又是我贏的 希望未來女婿具備哪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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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要想想看 大家第一個 第一個 我女兒要喜歡 這個女婿最喜歡基本條件 你贏了 女兒喜歡就好 最重要的是 女兒不喜歡 我要選這個用 未來會希望女婿 選擇大學體系 或是 技職體系 我女兒喜歡跳舞 但她功課也不錯 我想這個 小孩子就是 她自己的選擇 希望她能夠 可能她有興趣的事情 如果能夠達到她自己的理想 技職體系的話 每天都會發揮她的專程 也不錯 可以給我一個贏 在GP級 這題 對技職體系的學生教育 以未來教育的連結有什麼觀點 我覺得台灣目前現在的 教育的體制 讓技職體系的 可以歧視 我會健全技職教育 讓台灣出一個 技職的總統 我本身就是做技術 做模擬出身的 不管是做麵包的啦 裝潢的啦 做這個攝影的 每一個人啊 天生我才會有用 哇 這個是 你吃了碗嗎 太大碗了吧 對 當然 你吃了碗嗎 我可以 我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 那個你吃了碗 還是有打得比較快 台灣目前最近月薪的23天 如果他能擺得起房 我年輕人剛進出場 也不一定要買房 但我希望他們大家都能住得起房 房價要透明化 租金要透明化 持價課稅 掌價歸公 廣見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的政策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我要當總統 做給大家看 我一定讓年輕人 能夠連都住得起房 這是我想要 在我的政策裡面 讓年輕人 除了吃得起 還有能夠住得起 希望大家也不要去炒房 炒房的話 我就可以求稅 人家年輕人都有安居樂業的環境 太大碗了 大家都知道 我過去所賺的錢 都是靠我的努力 跟靠我的外銷 從不炒房 我年輕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 我生了我的第一個大兒子 我都自己住房子住 到他已經六年幾年 我才開始在那裡的第一種房子 也是用分級付款 所以這個政策要年輕人 你還吃得下嗎 蛤 蠻好吃的 哇 這是我過去一個月吃的 什麼 台灣年輕人 不敢生育 不敢生小孩 生育力低 你覺得關鍵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說 心水太低 第二個呢 有好的工作機會 不管各行各業 都要提升他的 產業競爭力 有競爭力的話 就有好的工作機會 高皇價 所以大家就不敢 生小孩子 不敢結婚 所以我現在這次出來 因為我組織 台灣的這個國家費 要全面世界費 全世界的錢 有人賺進來台灣買 那百行百業都會發展 在生育跟福利上面 他找好多錢 包包包包 包包 帶一個帶一個在上面 就比較多生 這個 看你剛才吃完了 這個 這個 多生多育 這是我的政策 也可以多吃 好 今天你那麼會吃 你現在生的小孩 會不會跟你一樣會吃 都可能 就是有力竄 你放心 國家會有一個政策 絕對是 讓你們養得起 住得起 吃得起 如果你多生一個小孩 要很會吃的話 本來當中 我一定讓你的小孩 吃得起 都可能要照顧他 讓大家吃的問題 通通都會解決 你盡量多生 好 你來吃得下 OK 莫董覺得要怎麼解決 台灣年輕人有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經濟 比他們台灣的經濟結構 要調整 培養多一些未來新興的經濟 第二 台灣這個是一個 海島型的經濟 兩邊參謀還用口 市場不夠大 外銷一直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 工業跟農業 都能夠發財錢 然後賺外國的錢 政府才有稅收 來做很多福利政策 要吸引更多 吸引更多 投資回台 這種 要在台灣投資產業 不要在台灣找房地產 講到一點說 我要更目的 賺錢不加薪的企業 用這種政策來鼓勵你 企業加薪 你是第二盤的好 你是吃第二盤的 大家也來 你問我說 我生活紅中 不爬穩健 有什麼養生的小撇步 第一個我覺得 要吃得健康 你看我們家的食物 就是 清淡少鹽 少鹽 每天一定要運動 有時間我會盡量走 最好走一樣東西 現在開始變成 滑油停 在家裡的 滑油停機 可以滑半個鐘頭 定期要做身體健康檢查 身體健康檢查 身體健康檢查 有些人有發現到 要用大數據 來梳理你自己健康的資料 可以事先預防 預防醫學 對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很重要 我這個 這比你一樣 林哥 那我吃這種狀態怎麼辦 但是你的大胃王 丁丁 會有個大數據 註明說 有些人要先檢查 你的胃 跟你的消化系統 你吃得完嗎 郭農你最害怕什麼 因為我現在最害怕的是 你吃不穩 自從選擇你參選總統 我最怕的就是 各位沒什麼 幫我準備 臨時不問你不問你 所以每天要吸收大量資訊 看看你們的報紙 各種各樣的新聞 任何一個問題 露出來 他常常做好的事 他就得不爆 剛剛行 用很多時間去解釋 第三件最怕的是 下一次再請丁丁到我家吃飯 這是我怕的事 今天看到 你吃得太多了 我太太跟三個小孩 一個月的分量 我要吃掉 不好意思 郭董你的公司還有缺什麼 他們也想買房子 我現在已經不當董事長了 我公司已經把這個經營權交出去了 那我現在是想 台灣的總統 讓台灣人的發展經濟 政治的力量 利益經濟服務 他們的老百姓 所有的工業 商業 農業 讓人民有錢 但也另外一點我要再講 好的人才 不怕找到公司去應徵 現在大會網 我想想一定現在很多人 在找你啊 去參加比賽啊 你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為什麼 因為吃是你的興趣 人家吃是要付錢 吃是賺錢 又是你的興趣 又是跟你的理想 這三個這個結合 你比當總統還要幸福 我講完了 我們來吃完 怎麼樣 你還能吃嗎 你把我們家兩個月的伙食都吃完了 你慢慢吃好了 我要去看看我的廚房 還有沒有存糧 看不然要去買你買麵 來給你吃 好吧 你慢慢吃 你看看廚房 再回來 你吃得超滿足的 國家三寶 真的超好吃的 超挑戰的 吃到滿足的 輸了 挑戰輸了 要來洗碗 好 香蕉 歡迎 歡迎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我去吃 我來給你 我來給你 你吃